大家好,欢迎收听《望向编辑》的节目 今天这里有我新西兰记得投降,还有澳洲的真VC 你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点赞,分享和订阅 订阅,请记得订阅《望向编辑》《正乡宝》和《西兰》 继续壮大中南无色的力量 好了,今次我们讲一个很好笑的故事 就是有人经常跟着大佬,就是摩总 跟着这个美国大佬的结果 这次美国大佬走数,而且他不敢出声 评论是什么呢? 被澳洲媒体报道了 由于供应短缺,美国公司Novavax 其实每个月本来设定了一个目标 就是1.5亿剂的新冠疫苗 就是他们之前的目标 不过供应短缺就要推迟到第三季度 结果如何呢? 他推迟澳洲的疫苗接种计划 又一次遭受到巨大的打击 之前的打击就是阿斯利康疫苗 澳洲有两例打了阿斯利康疫苗 出现了血核 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州 也暂停了这两个疫苗 这两个州暂停了这个疫苗 不是两个,而是一只 就是阿斯利康 美国自己也不够 没理由让你去澳洲 美国这间公司就 不好意思,做不到 你先忍住吧 摩众也不敢出声 其实澳洲和Novavax 一共签了合同 一共要了5100万剂疫苗 原本就想着年中交货 但是这间公司的高层 都是自知不离 没办法 我们要考虑全局 我们是美国公司 那当然是本土优先 你敢出声吗? 这个我说的 最搞笑的是 他怎样说这件事呢? 他连官方访问也不理 这个官方的回应也是没有 即是不会开个记者会 这件事呢? Novavax 就是通过他通讯总监的一封邮件 告诉澳洲 他的通讯总监叫Amy Speak 果然叫Speed 不是叫Speaker吗? Amy Speak 其实就在一封邮件里 回应了澳洲的提问 他说 我们之前预计所有产能 将会在年中全部上线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要继续优化这个时间点 不好意思 我们认为在第三季度 才可以达到全面投产的 和生产线可以全面营运的目标 不好意思 澳洲再等三个月 澳洲 他说 不时出现一些 所谓的供应短缺 包括生物反应器包装袋 和过滤器 这些我们都是短缺的 所以对不起 澳洲请你忍一忍 我们只可以调整整个时间 其实 Cronovax Novarez 其实 他之前在英国有一个试验 令人最深刻的就是那些数据 公布了数据之后 这家公司 他说最早可能是今个月 获得英国药监局的批准 因为他的数据尚算可以 因为疫苗也会在英国生产 为什么不来澳洲生产 这个也是澳洲媒体问的问题 我也不知道 我现在也在问他 但是呢 他是有回答的 因为澳洲是缺乏有能力的疫苗製造商 其实澳洲也有能力製造的 你不肯让他做 澳洲是需要进口的 进口便好 进口便可以收取更多的 对不对 对啊 没错 ABC 即是澳洲广播公司 其实就说 这个Novarez 一直都有和澳洲的生物制造行业 生物和制药行业 进行了谈判 很早已经有的 早期已经谈判了 就好一个目标就是希望部分业务 可以外包给当地企业做 即是可不可以给我们生产 是不可以的 其实澳洲的首席医疗官Paul Kelly 他就说 治疗用品管理局 即澳洲的治疗用品管理局 还未得到Novarez 临床试验的最终成份讯息 他就说一旦有讯息的时候 这些相关讯息一到的时候 就会像过去几个月那样 过去几个月 怎样对两种疫苗 即是亚斯利康和辉瑞 这样北殊对待会加速 审批进度 而且一旦Novarez 准备好 向澳洲供应的话 我们就会随时随地 准备好一切所需的配套 他说这句话也是废话 今早我们有节目说过 澳洲有些老人家 等了三个星期 其实他已经在优先群组里面 都是打不了 浪费 当然澳洲政府 是帮助这间公司解释的 因为很没面子 人家就是欺负你 对吧 他就说 其实这间公司也不想 由于行内普遍存在一个现象 就是相关的原材料和工厂 营运很困难 跟其他一些製造商一样 这间工厂的总部 就位于美国 即是Novarez 总部位于美国的马里兰州 他们也很困难 所以就推迟生产计划 其实由于阿斯利康疫苗 和Novarez的疫苗 都要推迟 魔种就很麻烦了 真的 星期一的时候 他还召开了紧急内阁会议 是什么呢 就是 除了内阁成员之外 各州的领导 都有开这个会议 这个紧急内阁会议 这些商讨的内容只有一个 就是 怎样可以快些推进疫苗计划 因为现在的速度真的很难 全世界排第九十 比很多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 与此同时 亦有一件事 就是 大家看到 疫苗接种计划的滞后 就令到 有些人健康受损 因为有人会中 和经济威胁 是很麻烦的 整个澳洲的政府内部 就是一个讯息就是 哎呀 现在阿斯利康又用不了 哎呀 施打过程这么长 而且这么缓慢 经济一定很麻烦 大家都觉得 有一个很震惊的结果 就是经济恢复得很慢 那摩仲呢 都是认衰仔 没办法 这次 他就说 我们计划 真的存在一些问题 不过他就不敢说 这个 那家美国公司 因为美国大佬 他承认了计划存在问题 他就说 需要一个新的推广方法 国家的内阁成员 已经准备开会 对于疫苗推广计划 进行紧急的改革 改革包括什么 就包括联邦政府 将会对大规模的疫苗接种中心 提供更加多的支援 其实摩仲也是改变了一个惯例 以前他每个月都会召开一次内阁会议 就是要求各个州和领导人 每个州都要参加两次内阁会议 以前是没有这个要求 每次内阁会议就是内阁成员参加 现在各州和领导人都要一起参加共商各市 因为联邦在起舞 其他州份不管都是浪费的 摩仲也发了一份声明 就是想全国团结 现在很麻烦 其实联邦政府现在和各州政府之间 都是有巨大的冲突 因为各州政府觉得 好像你的疫苗政策很差 又说要保护澳洲人 尤其是昆士兰州 你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19病毒的工资保障 已经没有了 你和坤士兰州的队友业者说 不用担心 疫苗打得很快 旅游业很快便会回来 结果不是 坤士兰州这么大份收入是来自旅游业 当然是曹尼 摩仲受不了压力 他发了一份声明 一定要团结 而且他经常用梅独布之经 攻击他不喜欢的人 今次他扮受害者 他说请大家各地方的政府和全国人民 不要再玩这些指责游戏了 指责我是没用的 好像很惨 你有梅独布子帮你指责人 那时候你不说 他发了一份最新的声明 他说 疫苗接种计划是一项复杂的任务 我们需要解决计划中的存在问题 以确保更多的澳洲人 能够安全和更快地接种疫苗 我们正在对于全部问题 大力地投入和解决他们 现在当务之急团结全国人民 确保安全地接种 和正常地推出我们的计划 工党领袖当然是罵他 其实他指责游戏就是说 这个工党领袖炸他 就是反对党炸他 反对党当然继续炸他 他就说摩总的计划 说来说去都没办法实现 说到大一大 结果一样不下跌 我们说一句 其实前三个月 即是今年的前三个月 大概他计划要400万澳洲人接种疫苗 现在多少?三分一都不够 只有120万人 之后反对党就说 去年有人告诉全澳洲人 有人也是摘摩总 澳洲抗疫表现是全世界排前几名的 但现在我们知道的就是 接种计划很差 我们现在正是要争取留在前100名 因为现在是90 很快连90都保不住 因为现在的接种速度太慢 其实现在有多少人 上次我们说的5.3%是接种了两剂 现在我们只是说第一剂 接种了第一剂的澳洲人大概佔了4.8% 美国是多少? 美国是56.5% 欧盟是21.3% 我没办法 现在只可以加速 还有 它叫辉瑞多少来的? 辉瑞很好 你要2000万剂? 我先给你10万剂 这么少? 是的 因为不够小 不够 但其实现在 墨尔本仍在生产阿斯利康疫苗 每周都生产80万剂 不过现在只可以送给人 还有50岁以上的人打 卫生部长说 本月我们会获得更多的辉瑞疫苗 谁知道被人踢爆了10万剂 其实现在 余世准 是的 好